10月21号晚,武警河南总队交作支队为常年奋斗在一线的基层官兵举办军地情《爱之歌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的集体婚礼 八对新人喜结连礼,君嫂马静宇把遗体器官捐献卡交给自己的爱人,她希望生命能更有意义 在隆重的婚礼现场,新郎携新娘走过红毯共同步入婚姻殿堂 正婚人至此,真情告白,在夜色下一个个环节热闹而温馨 在爱情信物交换环节,新郎把自己的国防服役章,君公章送给了妻子 之前也一直希望给她一个轰轰烈烈的结婚仪式 今天这对为我们实现了这个冤枉,我非常感谢 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更加努力 这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,非常完美的婚礼,对我来说 这将是我这一辈子最珍贵,最温暖的回忆 在爱情表白环节,君嫂马静宇将刚不久签订的遗体器官捐献卡交给了自己的老公 她表示,之前听老公讲了很多战友们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捐献器官的事情 令她深感钦佩,她也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今天我要送给你的西红物是我的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卡 如若有一天,我非自然离去,作为我的直系亲属 我希望你能为我签字,捐献我的有用器官 帮助他人,延续我的生命 老公,今天我将我所有的所有 生前与生后,全都要扑付于你 以后天长日久,我们要好好地过完这一生 我真的希望以后可以每天与你一起 今天在这个婚礼现场,我也会像我老婆一样 去签这一个承诺书,然后进行这个人体器官的捐献 我们基层官兵,常年奋斗在一线 平时很少有时间和条件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 不少同志因为执行任务,自己的婚期一推再推 为了弥补上这一遗憾 我们结合单位实际,举办了这次集体婚礼 让战友们欢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